还有转为沿海的自行车道 因为强风带来大量海沙堆积在车道上 灾后公所要求东北角风管处要尽速清除 方便同行 原本是博游路面的自行车道 现在堆满了海沙 最少也有20公分身 让人难以同行 而这些情况都是台风过后所发生的 因为这边领海又没有阻挡设施 所以一有强风就会发生车道击杀 另外部分车道也因为防风林 倾倒在路中央 根本无法行走 这方面都需要东北角风管柱 紧速清理 同时也请领馆处做好防风定沙设施 才能避免类似击杀情形发生 我的感觉因为 像附近那边有做一些燃沙泥 不要太拒绝 这跟红沙泥还会动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也可以来做一些燃沙泥 不要说红沙泥就搬起来 平时如果说东南季峰还是东北季峰来 它也是同样的搬起来 所以就真的有 如果在自行车道 靠冬村这边来做一个燃沙泥 不要太拒绝 它可以动风也可以扎刷 刷不要抬起来 也可以保护刷刷 我想这个工程也要乎快来做 宜然修记者张力林采访不到 受伤劳了 我说到没了